現在來看民進黨立委陳寅 跟黃淑英 孤行記者會 批評衛生素的國家衛生研究員 為頭學者進行調查 明明是要拆這個國中心的會 但是接下來請家長簽的這個 董議書上說這是不用會的健康檢查 他們這句這是違反這個人體研究的論理 為了解國中心營養的狀況 衛生素國家衛生研究員 為頭學者做調查 要跟國中的學生抽會 不過請家長簽的董議書上 說這是不用錢的健康檢查 他們去身體一間國中的 學生家長接機 而且這個學校 又是醫院住民為主的國中 為什麼要剪到指甲去 要剪指甲 然後要調查整個家父母親的病例 那有父母就不太高興了 用這個免費的健康檢查 來做一個號召 把原住民當作是傻瓜 用騙的 民進黨的立委開記者會 台灣政府也批評 就算董議書簽也不一定知道 是代表什麼意思 一般人其實不太容易了解 到底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連結到大型資料庫 我不相信一般人是清楚的 明明就是國家要做研究 為什麼說是不用錢的健康檢查 只憑這行研究結尾的學者也做出說明 過調查我們不能收費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要告訴他們說 政府會負責這所有的檢驗項目 不收費 這就是這樣子一個情況 潘文和麥東條 這個研究是針對全國國中心 調查三十六間學校 也包括關注別人的國中 都用感情分動藝術 也都有體會 不過是第一次 遇到這種情意 它也強調這部 間接不得志因的研究 未來它的檢討 也會尊重關注別人的科研 即將中華國都